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如佛三分钟 傍晚好 我是丽文 首先来看今日地则新闻 巴西古档市政厅辖下地区的新产业税制 将在2024年1月正式实施 各地产业税的计算 依地区和物类而有所不同 涨幅从20%至400% 引起明月四起 巴西古档市政厅众市议员 在市议员党边拿督阿明的带领下 召开发布会 强调他们早前是在有条件下 通过新产业税制的实施 他们提出分阶段调高产业税 以减轻人民负担 但柔州行政议会最终宣布 在2024年1月推行新税制 引发明月 今日发布会主要发言人包括 阿明、拿督诺马拉、阿兹多哈 以及马华市议员党边梁耀成 梁耀成表示 仅有1300名产业持有户对新税制提出不满 这不到总数的0.01% 他鼓励民众在11月14日上述截止日期前提出上述 阿明指出他们原本提出分阶段调涨税 以避免突然增加 而此举遭到民众的误解让他觉得有必要做出解释 他表示市议员们一致支持人民的利益 拿督诺马拉则希望 州政府能够重新检讨新税制 以避免更多人无法负担产业税 再来关注另一则新闻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福丁 今日宣布 内政部将领导成立单一边境机构试点计划 将在数个国家入境处实施 这个举措旨在协调各监管机构提高效率和透明度 政府首席秘书和内政部秘书长 已主持相关会议 计划将在明年启动试点计划 内政部将在两个月内完成SPA的组织结构和职务安排 塞福丁指出 全国有141个国家入境处 首先会公布试点执行点 然后逐步改进 他以大马海市执法机构的成功整合为例 强调持局有助提高工作效率 此外他还提到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的整合成功 其中绑架案件已经减助减少 这一举措旨在优化国家边境管理 减少冗余和提高协作 另一方面 泰在发布会上指出 柔州移民局目前面临官员和职员宿舍不足的问题 有145份宿舍申请正在等待批准 该机构拥有697个单位的宿舍 其中73%已经入住 其余的正在维修或处于过渡期 尤其是苏丹伊斯干达大厦 需要填补1116名官员和职员的住所需求 总共有2858名职员来自不同职位级别 他表示这项购买计划 旨在解决移民局职员的住所需求 特别是来自外州的官员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这些公寓计划在三个月内供官员入住 塞福丁还提到 这次的购买计划还包括商店 办公室 停车场 垃圾槽 保安亭和污水池等设施 每个公寓单位都配备了必要的家具和设施 这一举措旨在满足移民局职员的住所需求 并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最后来看今日最后一则新闻 一名旅居澳洲的49岁大马男子 报案称被骗走 预84万的投资款项 他声称被一家名为TMGM的公司欺骗 承诺在三个小时内已投资18888美元 获得10万美元的高额回报 并标示那是该公司成立10周年推出的优惠 他在9月间通过12次的银行转账 损失了84万6500令吉 而受害者在付款后没有得到相对的回酬承诺 因此相信自己已受骗 警方已介入调查 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文展开调查 同时也在查明是否涉及到前罗户头 一旦属实将对相关银行户头持有人采取行动 斯里阿南景区主任苏海米再次提醒 民众要谨慎 不要轻信短期内高额回报的投资诈骗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 新洲日报 新洲网